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CS Channel Hello 今天又有兩位嘉賓來了 很歡迎你們兩位 分別是Grace和Syke 今天上來講的題目就是少數俗語 但是講明是學習語言的一些障礙 有兩位社工朋友來講講就好了 不如這樣 今天就先由你們介紹一下自己 Syke先吧 謝謝你 我是Syke 我是香港出生的 也是香港讀書的 就是幼稚園 我是巴基斯坦讀過 我現在正在做社工 即是幼稚園就在巴基斯坦讀 小學、中學、大學就在香港讀 回到香港 所以是一口流利的中文 Grace 我是土生土長的 是的 現在我主要是做小數俗裔的幼兒服務 今天請你們兩位上來講小數俗服務 首先Syke說一下 其實在社工界來講 小數俗裔本身 都真的很少數的 你算是成功的個別例子 是真的 我們EM那邊 非華裔本身 現在最近開始 都很多人想讀社工 真的都有個困難 困難是甚麼呢 都是因為想去上課 有個課程叫Chinese 那一定要通過 你才能取得到牌子 所以大家那邊有些不想入 因為能不能入到 困難都是個Chinese language 這就是語言障礙 講到語言障礙 當然是不能不提疫情 這幾年大家都被疫情籠罩 其實疫情對大家都很不便 但我想對小數俗裔就更加多問題 Syke和Grace應該有體會良多 Syke不如講一下你的情況 有沒有見到一些小數俗 在香港疫情的時候遇到甚麼問題 近來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COVID-19 政府有很多的ad hoc的事要做 然後有很多政府部門 他們其實都因為ad hoc 都很pass up 這樣就看到 特別大家記得 政府一段時間 每天都封樓的 然後就變成我們由珍夢區 特別是佐敦和旺角那邊 有很多非華裔的街坊 他們不知道完全是甚麼事 他們知道大約發生了甚麼事 見到介里鄰舍都很忙 但他們又不知道做甚麼 他們不知道的 因為他們好像房租工上樓 然後就看到警察封樓 他們不知道的 然後他們就問回我們 其實他們本身有很多 因為有很多社工 他們原諾開 都遇到COVID-19 所以就找到他們 我們會做甚麼呢 我們就會翻譯政府出的notice 即哪個大廈封了 什麼時候去做testing 我們會翻譯不同語言 然後落音 然後用WhatsApp 發出來的community 接著他們聽完 他們才知道我原來要這樣做 你這個工作很重要 因為其實政府公告大部分都是中英文的 就沒有其他不同的地方的語言 所以就全靠所有同事 有一個聲音翻譯 令他們立即知道甚麼事 不過都沒有解決問題的 Grace 是嗎 是呀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試過遇過 有些個案是 他不知道原來遇封 又不知道原來遇封為多久 試過有一個個案是 政府遇封了他的樓 原來他不知道原來已經解封了 結果他還在家裡 直到學校就打他問他 為什麼你還不上學呢 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家裡已經解封了 哎呀 慘了 就是遇封也慘了 解封也不知道就更慘 就是初步這樣聽 我們都發現其實 少數族有在香港生活 語言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不是不可以假設 就算是少數族有 我們不懂他的語言 也不可以假設他們認識中文 或者一定懂英文的 說得對 他們懂得說廣東話 他不一定要懂得看的 還有其實如果他懂得說英文 大家不要以為他真的懂得看英文 因為其實多種東西 其實他說回自己的語言 他都未必懂得看的 OK 其實可能他就是 語言對他們來說 就是講的溝通 講和聽 就未必包括聽和寫的 對 因為好像我這樣 歐多語言我懂得看 我懂得讀我懂得說 但是如果去到我媽的唐 我真的不懂得看 不懂得讀的 所以我們是沒得學的 所以我們就只懂得說 正是英文的 例如我上次有個Client 他申請Public Housing 然後房屋處寄回一個封信給他 想跟他說 我們收到你的application 我的Client不知道做甚麼事 他收到一個封信 不知道放在哪裏 然後他又找我幫忙 他說 我上次申請了一個Public Housing No Respond 應該怎樣 我就給了一個Hotline給他 他打上去 原來他都找不到的 講英文都不行 講英文都不行 那個Officer跟他講英文 我的Client他說 他跟他溝通到 但是他真的不是很明白 他表達不到他想要甚麼幫忙 所以又用我幫他打他 然後我打他 原來我才知道 原來OG已經發了一個封信給他 但是他都沒有去 不知道放在哪裏 所以不要以為他們會講英文 其實如果他們出外 如果香港人跟我們溝通 他馬上用英文 其實他沒有選擇 其實如果他有選擇 他馬上用回自己的語言 所以他們因為講英文 平時人家聽得多 大家誤會了 原來他們會看 其實每個人都會看英文 這個就是我們想像到 少數在香港生活的難處 因為始終你生活一定要溝通 那語言就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剛才薩克也講到 就是語言呢 在他們掌握來講 都還有份聽、講、讀、寫 就是會聽未必才會講 會講未必會讀 會讀未必會寫 這個是講英文 但是如果中文就更加難度高 因為中文其實更加困難 對於大家可能在讀書期間 就是無論在香港長大 未必一定有機會學中文的 是嗎 未必的 因為中文對於我講 中文是我的第五個語言 哇 你前四個分別是 就是我有mother language 接著澳洲語 接著阿拉伯 接著英文 接著才是中文 所以我們未必有機會學的 還有我們上學 現在就有得學 那一會兒上學 每天都有 不要說一個小時 一百個字半個小時 這樣不夠的 因為上映院 上映院 上映院回到家 其實他家裡是沒有那個環境的 你說看電視 他是沒看中文台的 通常我們小時候 就看回英文 要是看一些中文台 因為小機會選 小小的channel去選 現在其實你上youtube 你看回自己二人八隻的 要是你破耳的 那些channel都可以的 所以他們回到家 他們沒有那個學中文的環境 他們出街 其實都沒有什麼環境 沒有什麼機會給他們 是的 如果你說看電視 現在那個情況有得選 反而還會令到他更加少機會 接觸中文 因為以往小電視台 都可能會看到 現在就上youtube 什麼世界的東西都看到 更加不會接觸 因為他上youtube 一想看電視都是想放鬆 是 他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學中文台 學中文 中文一分鐘 就是看這些字幕 因為我最近看到youtube 有個channel 他說 Cantonese for 5 minutes 其實那個人都覺得 5分鐘 可不可以變3分鐘 因為我看到那些小孩 他們5分鐘 他們都說 very boring 聽到現在的大環境 似乎我們就沒有很多誘因 是比小朋友還要學中文 但是說回幼稚園一直開始 現在就是 在小朋友長大的情況 Grace 那會不會有一些 多一些的工具 或者有多一些的program 可以幫到他們呢 其實近幾年 開始好一點的 會有一些服務 是給一些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們學中文的 那如果好像我現在做的那個服務 就常常會有學中文 其實都主要是很想 他們從幼稚園開始就已經學好中文 那所以 就是 由那些報件 或者筆劃 開始 又或者是其實 教一些家長 怎樣支援自己的小朋友 學中文 因為其實中文 對他們來講 是真的很難學 還有 如果學得好 其實對他們在香港的發展 會差很遠 是的 那如果從小開始 應該就 未來會情況會好一點 是嗎 是的 現在其實都多了一些服務 是幫他們學中文的 也都多了一些研究 是做關於學中文的 就是這些 應該這麼說 多了一些學中文的研究 來幫他們的 所以期望 將來會越來越多這些服務 又或者是 可以多一些 叫做 支援給他們 那我又這樣說了 剛才我們講到 有 從小朋友開始 就教他們好一點的中文 但是小到俗裔 為什麼一定要學好中文呢 對他們來說 很中文 對他們來說 那個重要性 其實是影響到他們 將來的 叫做 career的發展 是 因為 講回他們那個 學習的階梯 其實如果他們在幼稚園 學得不好 那便直接影響 小學也學得不好 那一路推上去就是 因為 就算好像現在這樣 他入大學 某一些科目 他都需要有一個 一定的中文程度的 那所以就 如果他中文學得不好 其實某程度上是影響 他大學那個選修的科 又或者是 現在其實香港很多工 都需要懂得看中文的 那如果他中文不好的話 其實是很影響的 即工利一點來講 學中文都事實上 對於未來發展是有幫助的 是 那就要跟薩契說一下 那你就是土生土長 那你懂得講中文 但是你覺得中文 我知道你寫是普通的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這四個字都很厲害的 那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去 鼓勵你們學好些中文呢 鼓勵呢 其實現在都像Green說 就是 從小做起 那去到你已經 是的 成人了 那香港的環境 就是你會不會有很多東西 可以刺激到你學中文 還是 不用了我英文都OK 這個想法呢 我小時候那個時候 都有的 不用了我懂英文就OK了 那如果你住回一個 就像香港的 一個社會 因為你怎樣說 都要學 那個主語 那如果想住回香港 其實大家 其實我們大部分 我們這些人都知道 都 agree 是要學中文的 都像Green說那樣說 是說那個career path 嗯 就是不是說 一定要什麼的career path 就是有機會 如果你做finance market 你不用來的 你不用來的 那就是如果你想做一個 public service那邊 那你要學回中文 那就是有什麼的鼓勵呢 如果 特別說回孩子那邊 其實都要父母的encouragement 是 不是父母的support 才重要 如果不是那些孩子呢 其實這樣小時候呢 他們是 不會想到這個 對 就是說 其實那個學習的環境呢 除了小朋友 在學校 又學到這件事情 你回到家 起碼家裡的媽媽爸爸 或者家人 都有一種鼓勵性 或者會一起有興趣去學 那就是說 未來可能的發展 無論硬件和軟件 除了針對小朋友 可能 就是不要說小朋友 大小朋友 都要讓他有一個環境 去學習中文才行 那今天呢 就和你們先談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呢 就繼續會討論這個話題 那灑激呢 就會帶一位 少數罪惡的朋友出來 到時呢 就會和我們講一下 他在香港遇到的情況 還有還可以看一下 學中文究竟 是否真是禽難 好嗎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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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